我们清了黄居士这一篇学习报告 说得很好 把老和尚表发的意义都说出来了 老和尚是近代人 跟我们是同一个时代 他往生是2013年一月 今年是2016年 也就是三年前 很近 在这个时代 这样的一个环境 在这个地区 一般讲的是空间世界 他告诉我们 如何修行 成就自己 利益大众 主要是说这 都是说法了 说法没中断 说法不一定要口 没有口也能说法 所以说法没有间断 不论开口闭口都在说法 也叫做法 也叫做标法 老和尚确实 了不起 我看他的勇士期 看他的光点 我能够想到 他什么时候得意义不乐 他知道 是真的 不是假的 而且 而且他的师父 知道 不是凡人的 师父要不舍法神菩萨 怎么会知道他成就 从哪里看 他二十岁出嫁 传戒法 给他剃毒 剃毒完了之后 看到 这人是法器 什么叫法器 他会民心见性 他会大吃大悟 他能沉传如来大法 这个了不得了 师父看出来了 就教给他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嘱咐他 一直念下去 他凭什么 我们一般人比不上的 他凭他的 老实 听话 正干 具足这六个字 就是法器 就能成就 我们不能成就 学了多少年的佛了 有没有老实 不老实 不听话 不肯干 都是在福音设置 自己骗自己 还骗一切众生 这咱们能成就 他是个农村长大的老实 家教 大概他的父母 都是老实 听话 正干 所以从小 他就养成 这个 好的 理念 阿根 厨师 代人之道 所以师父 教他这句话 一直念下去 你看 他念了九十二年 从二十岁 梯度的一天开始 到一百零二岁 他往生 夜深 没有中断 没有违背 老实的教诲 他所以能成功 在此地 凡是这样的老实 老实念 我们在 净土深险路里 看到 《网生传》里面 看到 大概都是 三年 功夫成品 就得到了 得到 功夫成品 功夫成品 什么意思 就是 心里头 只有一句佛号 除了这句佛号之外 什么念头 都没有 这叫成品 一三年 真念佛 不是真念佛 三十年 你也得不到 得到功夫成品 的人 阿弥陀佛知道 所以阿弥陀佛 一定 会给信息 给他 那就是 定中 见佛 打坐的时候 定中 见佛 或者在睡觉的时候 梦中 见佛 阿弥陀佛 来告诉你 你的 阳寿 还有多少年 等到你 病中的时候 佛说 我来接你 小学告诉你 他先就踏实了 基督事件 我已经有名了 报名了 注册了 将来决定往生了 阿弥陀佛 那么没去 还有寿命 可以 提升自己 把自己的境界 这样的老实念 再念个三年 五彩 念到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 往生极乐世界 是深 方便 有余图 不是统计图 前面的是统计图 四一心的时候 就是 方便 有余图 相当于阿弥陀 往生 极乐世界 那么如果 再向上提升 我相信 我相信不会超过 十年 这礼业心不乱 礼业心不乱 就跟惠能大师 平等了 大车大物 民心 建心 禅宗 叫民心建心 建心 臣服 进度中 叫礼业心不乱 所以 礼业心不乱 跟禅宗的 大车大物 民心建心 同一个层次 同等的境界 成佛了 他怎么会不知道 可是 他的老师 在提度的时候 幕后说了一句话 明白了 不能乱说 不能说 所以他开悟之后 怎么样 不讲 你是细先人 真修先人 你能看得出来 那他为什么不能 似乎就不能讲 环境不需要 现在这个环境 真正成就别人 人很少 回报别人 把别人 拿得活坑的 这种人特别多 那你要说了 别人会害你 不会帮助你 所以 师父 有这一句话 有这一句话 我们就相信 他的师父 是 敌心不乱 民心建心的人 要不然 他怎么会知道 他什么时候 得理一心 我估计 四十前后 他就会得理一心 见阿弥陀佛 见极乐世界 我相信 他这一心 不止十次 我们在传记里 看到我们 初祖 慧元大使 东京时代 他是第一个 依无量手锦 建立连续 念佛堂 也把二十三个人 在一起共修 过过都成就 员工往生的时候 告诉他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过去 见过三次 从来没跟人说过 现在 阿弥陀佛又来了 第四次 要借引他往生 所以把这个信息 告诉大家 这就预知实知 把往生的日子 输出来了 预言共三次 这个老佛山 念佛 念了九十二年 十四以上 跟极乐世界 很熟了 跟阿弥陀佛 很熟了 每一次见佛 都向阿弥陀佛 要求 借引他往生 带他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告诉他 你修得很好 在这个世界 多住几年 所以他的寿命 不是他的 阿弥陀佛给他的 叫他多住几年 为什么 给念佛人 做个好方样 特别是 给修净土的人 念个好方样 做个好方样 所以 三转法轮 他是 做正转 这是最有效果的 来给我们做正 真有西方极乐世界 真有阿弥陀佛 信愿持民 真能往生 往生是 一点都不难 难在哪里 难在你真信 真愿 有恳切的愿望 求真减土 决定相信 没有坏心 从哪里看 万愿放下 万愿没放下 你那个信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你的愿也不是真的 你对这个世界 还有留念 对这个世界 真的没有留念 彻底放下 什么时候走 高高兴兴 欢欢兴兴 对这个世界 毫无留念 这才行啊 那他真做到了 你看他 走的时候 那天晚上走的 他把他衣服 不动 穿的就那么几件衣服 洗得干净 跌得真气 反正一点都不乱 自己晚上念佛 一个人 没告诉任何人 很多人都跟他讲 什么时候走 你老人家欲知 食之 告诉我们 我们来送你往生 他笑笑 祝念不可靠 我自己念佛 我神 不需要你们 来帮我尊 他说到 他说到 我们今天 身在这个时代 学识受法 如恒火煞 听谁 我劝大家 听海贤老火煞 你要怕麻烦 海贤老火煞一生 一步进 没念过 他不认识 那个一堂课 他也没听过 我们讲经 他一生 没有遇到这么远 没听过经 没有度过一步经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除一句阿弥陀佛 他什么也不知道 在寺庙里面 跟大众作则纹固 别人念咒 念经 他就念一句佛号 一句佛号念了 谁不能说 谁不能说 人人能说 他能够遇到这个圣经 没有谈恋 遇到逆境 不声尘惠 靠声 那告诉我们 真放下了 如果没放下 他计较啊 他含冤枉啊 委屈 他计较 他不计较了 他没事 若无其事 我们为什么 我们也计较 我们不肯放下 他放下了 从这个地方来看 确定放下了 所以一生圆满成就 一定要学 还有 黄念老 老句子 最后的一部著作 敬修节要报恩他 一定要读 这个可以做 海贤老和尚 永思极点 同一类的书 有这两样 就够了 如果再多一样的书 我劝你 多念无量手机 不要再探了 什么咒啊 经啊 道场啊 都不必跑 抛大场 你的心不定 你心定 怎么会抛大场 真正的发息 你们也得到 你还是有忧郁 还是有烦恼 所以 海贤老和尚 这个榜样 千万不要疏忽 你依这个榜样 祝福你 你一定会成功 好 我们再看下一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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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